第零九章 足内计划 而腾是一族所有人没人敢说话 甚至于在这种紧张气氛下都不敢大声喘息 所有人都盯着那个看似普通的孩童 腾青山 一个六岁孩子要举一百斤重物 这可能吗?是故意逞能?还是真有实力? 青山? 腾永凡和母亲袁兰也都紧张看着自己儿子 呼! 腾青山深吸一口气盯着眼前的石锁 这士族人们经常用来的练习的石锁刚好一百斤 所以考核的时候为了方便也就拿过来 只见腾青山伸出了那一双小手抓着石锁的两侧 一个只有常人腰高的孩童要举一百斤的石锁 这荧幕都让人感到怪诞 喝!腾青山吐气出声 双臂猛的一用力 那瘦小的手臂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猛的一抬 呼! 一百斤的石锁 一下子就被双手抬到了胸前 这 腾氏一族的族人 上至族长 下至普通孩童 都瞪大双眼 紧张至极 腾青山能将石锁举过头顶吗? 一声低哼 腾青山再一次用力 将石锁一口气举过头顶 整个练武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看着这一幕 一个稚嫩孩童 却将百斤石锁举过头顶 大家脑子里都有些眩晕 混乱 过了好久 才有人清醒过来 好! 一声大喊声响起 一百斤? 哈哈! 青山这娃真厉害啊! 青山他成功了! 顿时 周围一片欢呼喊声 一个各族人都兴奋非常 腾氏一族的历史 终于被改写 年仅六岁就能举起一百斤的石锁 堪称力大无穷 六岁就这样 那当这个孩童长大成人的时候 又会达到什么程度? 举着石锁 腾青山双腿没丝毫颤抖 双臂更是强有力地拖着 这 还不是青山的极限 腾云龙等不少人 心中不由一颤 达到极限 应该双臂 双腿 都不由自主振战才对 呼! 石锁坠下 轰然落在地上 腾青山这才收回双手 笑着转身 看向自己的父母 樊哥 你家宰子厉害啊 阿兰 你家青山 真是 以后肯定比你男人还厉害 一群男人女人们都围着腾永凡 袁岩 而腾永凡 袁岚夫妻二人 这时候也满脸笑容 激动得脸都红了 有而如此 福福何求 腾永凡眼眸中带着激动 自豪 看着中央 站着的腾青山 我的好外孙 腾永龙激动的一把就抱起腾青山 我腾永龙到了晚年 还有你这么了不起的外孙 死而无憾了 腾永龙激动非常 拥有超强的武力 将会令整个一族都为之受益 青山 周围不少熟悉的书版 沈娘等人都围过来 一个个都夸赞 宠溺地摸摸腾青山小脑袋 今天按照道理 这六岁孩童测试完后 就是更加受人瞩目的成人李 不过因为腾青山的横空出世 令傍晚的成人李失色不少 而今晚 腾永凡 袁岚夫妇 也成为了整个腾氏一族最耀眼的人 几乎所有人都围着这一对夫妇 因为腾青山早就借口太困 回家去了 腾青山家里 哥 你好厉害啊 妹妹轻语在堂屋内 激动地蹦跳着 那么大的石头 哥你呼的一下就举起来了 一百斤的石锁 体积并不大 当然 对年仅三岁的女童而言 的确是很大的石头了 腾青山健壮 不由浮现笑容 今天展露一点实力 似乎是一件大好事 腾青山心中暗道 前世的时候 因为经历太过黑暗 导致腾青山不会轻易泄露实力 就是在杀手组织Red组织中 腾青山都藏有一手 就因为藏有一手 令他多次逃过死劫 而如今 腾青山虽然年仅六岁 可是从三岁开始 到如今三年的苦修 特别是内境不计一切的强化身体筋骨 虽然年仅六岁 可是单论筋骨 比九岁时候的表哥腾青虎 都要强上一筹 腾青虎九岁时 就能举起三百斤 腾青山现在 单靠肌肉力量 举起三百斤很轻松 这还是不使用内境的情况 毕竟孩子的内境 和成年人的内境没区别 都是内境 一旦使用内境 腾青山将爆发出可怕的实力 嗯? 腾青山耳朵略微移动 紧接着听到院门吱压一声 只见腾永帆和袁兰 夫妻二人走了进来 腾永帆这时候满脸通红 整个人走路都有些晃晃悠悠的 老远 腾青山就闻到了那浓浓的酒气 族内的酒 酒精度要比现代社会的低很多 父亲要喝多少酒 才醉成这样 古代社会 造酒公益远不如现代社会 喝上一坛酒 许多人都不会醉 而酒量极大的腾永帆 几年来 腾青山就没见过父亲醉过 哈哈 青山 儿子 来 腾永帆一看到儿子 就开心地上前 一把抱起腾青山 儿子 你爹我今天真是高兴啊 哈哈 我腾永帆 也有这么厉害的儿子 以后等儿子你名声远播 让人知道 你有个父亲叫腾永帆 哈哈 腾永帆说话 舌头都有些不听使唤了 好了 帆哥 快坐下歇歇 圆兰扶着腾永帆坐下 娘 爹今天喝了多少酒 腾青山不由道 青山 这晚宴上 族内一个个都来敬你爹酒 你爹今天开心 也不知道节制 不停地喝 圆兰话刚说到这 腾永帆就猛地站起 晃悠着三两大步 就冲到院落中 在庭院角落上 弯身吐了起来 喝酒喝得吐 腾永帆今天喝得真的很多 在庭院角落有水缸 腾永帆抓起水瓢 摇起冷水 就朝脸上道 呼 好多了 腾永帆直起身体 以后别这么喝 原来有些疼惜地说道 哼 也就这么一次 儿子 儿子这么厉害 我这个做爹的 也有脸啊 腾永帆吐了一次 又用冷水冲洗过 明显好多了 就在这时候 敲门声响起 咚咚咚咚 永帆 开门 外面传来声音 是师父 腾永帆连走去 直接打开门栓 直接院门外 站着五六个人 为首的正式组长 腾云龙 腾永帆一看 连道 师父 大伯 你们都快请进 说着 引领这几个人 进入了堂屋 来人 一共有六个 这六人中 除了腾永乡 腾永为二人 和腾永帆是同辈外 其他四人都士族内长辈 都是很有声望的 青山 快过来 腾永帆连道 腾青山走来 喊道 外公 大爷爷 三大爷 大爷爷 大伯 说 腾氏一族 因为人口太多 今天来的几个老者 虽然都是腾青山的长辈 可是其中只有三爷爷 是腾青山爷爷的亲兄弟 其他两位大爷爷 都是腾青山爷爷的堂兄弟 至于腾青山的爷爷 很久以前 就在和土匪强盗厮杀中死掉了 奶奶也生了重病 很快就去了 青山啊 腾云龙等几个老头 看向腾青山 目光都发亮 这可是腾氏一族未来的希望 腾云龙随即转头 看向腾永帆 永帆 我和你几位大伯都商量过了 青山这孩子前途无量 如果让他待在我们腾家庄 只是锤炼些力气 以后前途有限 不如 我们族内出五百两银子 送青山去归原宗 看青山能不能练出内境 要加入归原宗 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十岁以下孩童 花费五百两银子 可以在归原宗待一年 这一年中 练出内境 那就是归原宗弟子 练不出就踢出门外 再者 是成年人 进行考核 加入黑甲军 去归原宗 腾永帆最后一丝酒意 也被惊没了 青山他才六岁 旁边的元兰有些不舍 义父 我舍不得青山他 哼 腾云龙不由冷哼一声 低沉道 慈母多半 青山他前途无量 资质这么好 在我们这 谁来教他 教他我们一族 自己归纳出来的枪术 这些庄稼把式 是浪费青山的天赋 族内是没能力 让每一个孩子 都送去归原宗 可是腾青山天赋如此好 他们还是愿意 拿出五百两的 被义父腾云龙一声训斥 原来不敢吭声了 师父你说的也对 我们这点水平 的确是浪费青山的天赋 腾永凡毕竟 士族内第一好汉 也见过不少大场面 点头道 不过 青山才六岁 现在就急着送去归原宗 归原宗的要求 不是十岁以下吗 可以再等两年 腾云龙旁边的一个额头 有着一个小肉流的 银发老者低沉道 糊涂 永凡 难道你没听说过 这连内禁 是越早越好 腾永凡 袁兰 毕竟是父母 怎么早让儿子离开 他们心底的确是不舍 腾永凡看看妻子 最后一咬牙 点点头道 那好吧 就让青山他 外公 爹 在一旁的腾青山 突兀的开口 归原宗 我不想去 第十章 选择 唐屋内 腾云龙等一群大人 都转头看向腾青山 从头到尾 他们根本没有询问过 腾青山的意愿 因为在他们眼中 腾青山天赋虽然好 可毕竟只是一个六岁的孩童 六岁的孩童对未来 又能有多少认识 这种事情 孩子怎么能做主 青山 腾云龙慈祥的一笑 说道 那归原宗 是我扬州江宁郡境内第一宗派 你到了那 就可以得到秘籍 练出内境 等到你练出内境 将来放眼整个遗城 你都是有数的好汉 我不想去 腾青山坚决摇头 他暂时也没有特别好的借口 毕竟他现在身份只是六岁孩子 师父 我看 再等两年吧 腾永凡还是不舍自己儿子 不由说道 哼 永凡 你得为青山将来考虑 腾云龙脸色一沉 旁边的额头有肉流的银发老者 面色阴沉 鹤赤道 永凡 你儿子前途无量 你可别毁了你儿子的前途 这位三爷爷 在腾家庄都是有名的眼里 一般小孩子看到他 都吓得不敢说话 我不要哥哥走 旁边的小青羽蛙的一声 竟然哭开了 青羽 别哭 原来立即抱起女儿 小羽 乖 别哭 哥不走 腾青山也摸摸妹妹的笑脸 随后转头看向这一群大人 外公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归原宗 我不想去 腾青山没有其他的办法 到了这个时候 他只能仗着小孩子的身份 耍脾气 青山 别闹 腾云龙喝道 青山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听话 旁边的三爷爷也呵斥道 腾青山不愿意去 因为即使有内静修炼方法 他也不敢修炼 因为 内静修炼方法 其实是打通一条条经脉 并且让内静在体内运转周天 增强内静的方法 这在千年济世 上腾青山也有所了解 而且他也懂得 天涯行 这一本身法秘籍 可是 如今的他 许多经脉都没通 如果按照内静秘法 强行打通经脉 只会让其他经脉 杂质聚集 更难打通 那他身为内静 全修炼者的优势 将会荡然无存 所以 在修习内静拳 未达到全身经脉 进阶通畅的地步 腾青山是不会修习 所谓的密集的 毕竟内静拳修炼者 在打通经脉上 是有优势的 前期进步速度 虽然不快 可是 到了后期 却可以全身经脉 进阶通畅 现在修炼密集 是害他 可是 这些话 腾青山根本无法说出口 我不去 腾青山摇头 那三爷爷脸色一沉 喝道 放肆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记住 听大人的话 我们都是为你好 青山 腾云龙脸色也沉下来 你们就是送我去 密集在我面前 我也不练 腾青山说道 到时候 等一年期满 归原宗 就会将我再扫地出门 那三爷爷指着腾青山 想骂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的确 送腾青山过去 如果腾青山有密集也不练 那他们的确是没办法 青山 你太胡闹了 腾云龙怒火上冲 常年身为组长 威信不容侵犯 喝道 我看着你长大 你一直很听话 这次怎么这样胡闹 乖乖的听话 等你长大了 你会明白外公的苦心的 腾青山微微摇头 却不说话 无声的抗议 堂屋内的一群大人们 一下子都没法子了 腾青山一直很乖巧 这是出了名的 可是今天怎么就执拗了起来 欲试乖巧的孩子 一旦真的执拗起来 还真的难说服 不听话 永香 永雷 你们两个将青山带出去 锁在柴房内 腾云龙下令道 腾永香和腾永雷 不由一正 师父 腾永凡不由急切到 没听到我的话吗 腾云龙眼眸暴争 腾永香和腾永雷 只能选择接受 看向腾青山 我自己去 腾青山没有多说什么 大步朝门外走去 腾青山不需要人压界 却主动朝廷院旁的柴房走去 这也出乎人的意料 义父 圆兰急了 师父 腾永凡也看着组长腾云龙 腾云龙叹息一声 真不知道青山这孩子怎么回事 他一直挺乖的 可今天却这么固执 不过也就是个孩子 关他几天 他到时候也就改变主意了 阿兰 永凡 你们俩可别将青山放出来 当然 一日三餐 还是要准备好的 是 义父 师父 腾永凡二人无奈阴郁 困在柴房黑漆漆的一个小地方 就是大人 关上几天都会受不了 一个六岁的孩子 没几天就会受不了 等他服软 再放他出来 腾云龙说道 到了这份上 腾云龙也没其他办法了 对待一个六岁的孩童 还是外孙 腾云龙没其他法子 用刑 他舍不得 劝说 没用 将腾青山关起来 这是暂时唯一的办法 按道理 小孩子都喜欢玩 最受不得束缚 虽然腾云龙等人 高看这个天赋异禀的小孩子一眼 也只是认为 腾青山能撑个两三天 可是他们 怎么都没想到 腾青山一个六岁孩童 被关押在柴房内整整六天 竟然还没有喊叫 腾青山一直很平静地待在柴房内 每次询问他是否改变主意 腾青山依旧一句话 不想离开腾家庄 腾云龙也急了 难道就这么关着 长期关押 恐怕会导致孩子心性受到影响 在心底 腾云龙也是极为疼爱这个外孙的 这一次让外孙去归原宗 他也是为了外孙未来着想 柴房内 腾青山在狭窄的空间内 一遍遍地练习着三体式 三体式号称行一之本源 腾青山虽然在境界上早是宗师 可是他依旧感到 这三体式的深不可测 经常会有一些感悟 柴房内的关押 腾青山没有一丝不耐烦 相反 他可以尽情地练习 前世作为杀手 什么样的折磨没受过 被关押 对腾青山而言 根本算不上惩罚 嗯 腾青山耳朵略微移动 立即停止修炼 便坐下依靠着旁边的木材 每次有人靠近 腾青山都会停止修炼 青山 一道声音响起 三爷爷 腾青山开口道 因为担心腾永凡夫妇 暗中放腾青山出来 起不到关押效果 所以 这位三爷爷 亲自在这看守腾青山 青山 三爷爷跟你说 你在腾家庄 是真的浪费你的天赋 你是我腾家庄 千年不遇的天才 这个关键时候 你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啊 原本三爷爷还很冷酷 可是他一发怒 腾青山根本不出声不理会 时间长了 这位三爷爷 也只能好言相劝 毕竟好言相劝 腾青山还会和他说话 青山 你现在 还不愿意去 三爷爷询问道 三爷爷 我说了 我不想离开腾家庄 至少 我现在不想 别说你们关我六天 就是关我六个月 我都不会改变主意的 腾青山声音停静 可是说出的话 却是没有丝毫犹豫 坚定的很 柴房外的三爷爷 也是无奈 一个六岁孩童 能被关押六天 还没有一丝急躁 这星星 如果以后去归原宗 肯定有大成就 吃呀 柴房房门开启了 怎么了 腾青山惊讶转头看去 柴房门外的三爷爷 看着腾青山 哭笑不得 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 好了 小青山 三爷爷 承认你厉害 我和你外公 都服输了 从现在起 我们不抢破你去了 你什么时候想去 我们再送你去 不管如何 腾云龙他们 都很疼爱腾青山 是不可能一直关着的 六天 是腾云龙等人 商量的一个期限 如果六天 腾青山还不肯就范 他们只能服输 三爷爷 看着三爷爷脸上的 一丝疲倦 腾青山心中 也起了一丝愧疚 他知道 这些族内老人们 也是希望他有大成就 才这般的 可是他的原因 根本无法说出口 这次的对抗 他赢了 可腾青山却感觉得到 这些族内长辈 内心对他的关爱 三爷爷 你放心 我就是在腾家庄 也不会让你们失望 腾青山说道 哈哈 被关了六天 还不急不躁 你今年才六岁 哈哈 你这样的孩子 三爷爷我一辈子都没见过 你将来的成就 三爷爷 我也不敢确定啊 三爷爷此刻 只能接受腾青山 待在腾家庄的结果 片刻后 庭院内聚集了 腾云龙等不少人 腾云龙看着自己的外孙 无奈一笑 然后看向腾永凡 永凡啊 你这儿子 别看他平时乖巧 这一直拗拗起来啊 我也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这孩子太不听话 不懂师父你的好心 腾永凡这时候 只能劝慰族长腾云龙 青山 腾云龙转头 早就计划好的 枪 腾云龙眉头一皱道 青山啊 我们族内很多人是都练枪 可这都只是庄稼把势 一代代积累的经验罢了 而且 这枪是诸多兵器中最难练的 没有十年苦功 根本用不好枪的 而要在枪上有大成就 那更是需要一辈子 进营其中 移成境内 我还没听说 有谁是真正的用枪高手 要为你找一个厉害的枪法师傅 很难啊 你换一种兵器吧 我就练枪 腾青山说道 第十一章 腾青山的枪术 腾永凡也有些气脑道 兵器重枪最难练 青山 你怎么这么倔呢 爹 外公 腾青山笑道 其实我从小看到 各位叔叔伯伯在练舞场 练习长枪就挺羡慕的 所以我趁爹娘不在家的时候 就拿一个木棍当长枪耍 也耍了两三年了 我非常喜欢使用长枪 而且 我现在的枪法 应该不比叔叔伯伯们差 看腾青山那表情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 小孩子话能当真吗 哈哈 青山啊 小孩子可不要学会吹牛 那腾永香笑道 你的叔叔伯伯们 哪一个不是练枪十几年 基础扎实得很 哪是你一个孩子能比的 虽然腾家装的男人们 算不上枪法高手 可每一个都练习十几二十年 都不可小觑 旁边的腾永凡哈哈笑道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你娘说 你经常一个人在家 将庭院门锁上 原来是在练习枪法 是怕被我们看到取笑 才一直不透露的吧 孩子们喜欢玩 可腾青山却经常待在家里 这其实早引起腾永凡 原来夫妇注意 只是他们并没有多说什么 你们不相信 可以看看我的枪法 腾青山说到 他没有其他办法 要让长辈同意 他学习枪法 他只能这么做 其实在家 他都是在练习一拳 根本就没有练过枪法 好 我们就看看 青山你到底多厉害 腾永龙哈哈笑道 走 去兵器库房 一群人便离开 腾青山的住处 兵器库房 是纯粹大青石建造的 一座高大空旷的房子 房间高近两丈 宽四丈 长度更是达到十丈 族长 兵器库房门口 专门有族人看守 开门 腾永龙吩咐道 只见那两扇高大的铁门 轰然开启 腾永龙笑 看向腾青山 小青山 先去选一杆 你喜欢的长枪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厉害 说着 腾永龙等一大批人 包括腾青山 也都步入兵器库房内 哇 在圆兰怀里的小青羽 惊讶地看着四周 兵器库房 地面铺着青石 墙壁上悬挂着一件件兵器 重斧 九节俭 后背砍刀 巨型盾牌 弓箭 不过最多的 还是长棍 一根根或长或短的长棍 或是木质 或是铁质 都是靠着墙壁摆放 怪异的是 没有一根长枪 而在兵器库房深处 是一个个大铁箱子 每一根铁箱子 也就四尺长宽 根本不可能摆放下一根长枪 枪呢 腾青山疑惑 看向外公腾永龙 那些不是吗 腾于龙指向靠着墙壁摆放的各种长棍 哈哈笑着道 青山 这些都是枪杆 而枪头 都是小心保存在铁箱内的 你去选一枪杆 我再为你取适合的枪头 腾青山这才恍然 青山个子太小 这些枪杆都嫌长了 腾永凡皱眉道 六岁孩子五长枪 族内没那么短的枪 青山 现在你力气小 最好选合软木的 腾永凡说道 这木质长枪中 和软木的枪杆最轻 加上枪头也就五六斤 以你的力气 也能耍起来 青山 你选那根干什么 那是青楠木的 最重的一种 你耍不起来的 腾家装库房内的木质枪杆中 主要分为青楠木 白腊木和软木三种 这三种都是适合 用来制作枪杆的材料 而其中 和软木最轻 白腊木次枝 青楠木最重 当然 青楠木也是最好的一种 韧性弹性极好 枪杆能藏得住力量 一根好的青楠木枪杆 一般都生长了五十年以上 也幸亏腾家装靠着大山 才能找到这么好的材料 就这根吧 腾青山握着这根青楠枪杆 外公 帮我将那枪头找来 这根 加上枪头 可足有十五六斤重 腾云龙也担心到 要将十五六斤重的青楠枪耍好 你现在的力气 恐怕还不够 在腾云龙看来 外孙虽然有百斤力气 可要自如使用十五六斤的长枪 恐怕还够呛 外公 你帮我将枪头找来啊 腾青山却不多说 好吧 让你试试 你也就死心了 腾云龙上前 看了看腾青山手中这枪杆上的记号 随后就打开了一个大铁箱子 翻了一会儿 就取出了一枚枪头 腾青山一眼看去 这枪头扁平桥脉形状 挤高 刃薄 头肩 那枪头脊背上还留有血槽 如果一刺入人体内 恐怕就是一个血窟窿 在枪头下面还记着红阴 腾青山暗自点头 这扁平枪头 刺 劈 划都能使用 血槽也能令枪头刺入人体内后 不会被肌肉吸住 不会出现拔不出来的情况 那红阴也能防止敌人鲜血染上枪杆 防滑 腾青山一眼就判断出来 这枪头在制枪工艺上已经很高了 我来帮你连上 腾云龙说着 将那青南枪杆和枪头插在一起 还在地面上敲击了几下 后又从旁取出钉子 用铁锤将钉子卡进去 好了 腾云龙笑着将长枪递过去 这青南枪有十五斤重 大概七尺长 青山 你用得起来吗 相对于孩子的身高 近七尺长 一米七五的枪 的确长了些 你看着好了 腾青山其实也没办法 这枪对他而言是长了点 可是再短的枪 都是和软木的 腾青山懒得用那么次的枪杆 以腾青山的真实实力 一旦全力耍起来 恐怕腾青山都能将那和软木枪杆弄断 都退开点 腾青山说道 立即一大群人朝四周闪开 不过这些族内长辈们 脸上都带着一丝笑意 显然 都在看这个小家伙吃饼 呼 腾青山单手一甩 竟然一只手抓着枪杆把柄 整个长枪都横着 好毕丽 腾云龙等一群人一瞪眼 要将十五斤的长枪 单单抓着末尾把柄 就让枪杆笔直不低垂 这需要极强臂力 这小子 年纪时候藏桌了 腾云龙他们 一个个按倒 单手抓着枪杆 腾青山感受着这柄枪的劲 略微感受片刻 便暗自点头 左手一伸 抓住枪杆中央 右手摇动 左手旋提 一瞬间 这一杆青南木 仿佛有了灵性 化作一条条毒蛇 朝四周舞动 腾青山一转身 双手一划 青南枪便轻易划过一个圆 随后当头一个猛劈 啪 长枪拍击在青石地面上 腾青山目光凌厉 单手一阵枪身 而后长枪便如同闪电 搜的一声刺向前方 甚至于产生 刺破空气的风啸声 外公 爹 三爷爷 你们看 我耍得怎么样 腾青山转头看向一群人 腾云龙 腾永香等一群人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眼眸中满是震惊 腾青山刚才耍起长枪来 那是如行云流水 看起来简单 可是在场的腾云龙 腾永香 腾永凡 哪一个不是行家 哪一个不是在长枪上 耗费了数十年时间 他们完全看出 腾青山枪术的不凡 单单那双手一划 就令腾青山的身高 不再是施展青南枪的限制了 就这一划 没有数年苦功 那是用不好的 无论那劈枪 还是最后那一次 都极为凌厉 天才 腾云龙难难道 老天 腾永香也完全惊呆了 这力气可以天生 可是这枪术 是需要时间磨砺的 俗话说 月棍 粘刀 一辈子枪 要将一杆大枪耍得好 单单基本功 就需要数年功夫 否则 也仅仅是空架子罢了 腾青山招式简单 可是其中却有着真功夫 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青山 我的外孙 你是天才 腾云龙眼睛放光 盯着腾青山 你这枪法 怎能练的 我 我在家的时候 就是用木棍 随意地耍啊 然后偷学练武场 各位叔叔伯伯的枪法呀 腾青山早就准备好借口 而且他刚才施展的枪术 虽然厉害 可也就跟那些叔叔伯伯 水准相当 偷学 这天底下 还真有这样的奇才 腾永凡忍不住惊叹道 虽然腾青山表现出来的枪术 比之腾永凡 腾永香还有差距 可是合族那一般叔伯们相比 却相差无几 外公 爹 你们同意我练枪了吧 腾青山说道 当然同意 青山你天生 就是为了枪而生的 腾云龙连道 六岁孩童有如此枪术 这样的人 那绝对是天生就该用枪了 腾青山笑了 其实练习枪术 根本就是形异拳的基本功 形异拳本身就是枪拳 无论是崩拳 钻拳 炮拳 横拳 劈拳 无一部蕴含着枪翼 练枪来体会五行拳 这是前世师父 腾伯雷教导的 虽然说 腾青山前世在枪术上年 耗费时间不长 可毕竟他是形异宗师 境界一到 枪术也水涨船高 当然 今天腾青山只是略微展露一点基本功 可展露的这一点 已经让族内长辈们惊呼天才了 第十二章 时光匆匆 青山啊 从今年起 你就和你永乡大伯学枪 腾云龙说道 腾青山的枪法 虽然不算太高超 可真是枪法水平 早超越大伯了 他当然不想浪费时间 便笑着反问道 大伯 你还有什么新的招式 能交给我吗 这 腾永乡尴尬说不出话 腾家装的枪法 也就那些装甲把式 哪还有新的 不过同一招 不同人施展出来 威力天差地远 只是 这是需要经验 并非交就行的 看腾青山之前演练的 基础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根本没什么好交的 我们腾家装的枪法 也就那一套 只是那一套 值得我们经营一辈子 腾永乡道 基础和一些 常识我已经懂了 我自己会好好琢磨的 腾青山说道 腾云龙 腾永乡等一群人 彼此相识 也无话可说 他们那点水平 已经没什么好交腾青山了 从明天起 你合族内 男人一起沉练吗 腾永乡询问道 我一个小孩 还是在西边树林内 一个人练得好 腾青山早有计划 腾家装 就在大沿山山脚 依山而建 因为靠近大山 每当暴雨 黄蜂时候 山上偶尔会有滚石落下 为了安全考虑 腾家装的靠近大山的一边 西边建造了一排排大树 经过上千年时间繁衍 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片密集的树林 即使有滚石 也会被一排排大树轻易挡下 此刻 树林内正有一个穿着穿着青色棉袄的孩童 手持一杆青南枪 只见腾青山随意而立 右手平身 呼 右手五指 抓着长枪的枪柄末端 硬是将一杆长枪端平 腾青山闭上眼睛 就这么地站着 一动不动 青山这娃到底在干什么 不远处 腾永帆和腾永香正悄悄观看着 腾永香低声道 永帆 你这儿子 就这么拿着一杆大枪 一动不动 这到底 是什么练枪方法 我怎么看不懂啊 我也不知道 腾永烦摇头 这样拿着一杆长枪 很耗费力气 青山这娃就是有力气 估计最多坚持一盏茶 那长枪一头 就要垂下去 腾永香下了瓶段 在枪法上耗费了半辈子 腾永香当然有发言权 半个时辰过去了 腾青山依旧一动不动 一个时辰过去了 腾青山依旧一动不动 怎么可能 已经晨练完毕的腾永香 腾永帆 发现腾青山依旧一动不动 有些惊诧了 走 过去 腾永帆开口道 腾青山闭着眼睛静静站着 可是诡异地势 他的身体筋骨 竟然发出极为轻微的低鸣声 忽然 腾青山耳朵一动 便收回了长枪 转头看向来人 笑着道 爹 大伯 你们怎么来了 秦山 你到现在 在练什么 腾永帆疑惑道 你这么拿着长枪 到底有什么用 腾永香也不明白 你应该练扎枪 刺枪才对 腾青山心中略微迟疑 到底说不说 说了 爹和大伯恐怕会震惊吧 算了 冒点危险 也略微给他们一点提醒吧 腾青山一副孩童口气说道 爹 大伯 我一直都是这么锻炼的 我在想 不管什么武器 也都是拳脚的延伸 如果能练到 长枪就是身体的一部分 那我就厉害了 孩子气得一番话 却让二人愣住了 身体的一部分 腾永香 腾永帆二人 都是一阵 这 腾永香忽然惊呼道 永帆 我曾经听说过 人枪合一这一个境界 青山所说的 长枪成为身体一部分 是不是 就是人枪合一 腾永帆也是眼睛一亮 人枪合一 腾家壮的族人们也听说过 可是谁也不知道 怎么能达到那地步 毕竟枪是枪 人是人 怎么能合一 青山 长枪怎么能成为身体一部分 腾永香连道 腾永帆也看着自己儿子 腾青山得意一笑 这就是我想的一个办法 抓着这枪杆 感受枪杆上的力量 当练道 即使有一只苍蝇落在枪杆上 我都能清晰察觉 就差不多了 其实这办法 就是前世三大内加拳之一的太极拳基础的大枪装 大枪装说起来 很简单 那就是听静 当锻炼到 一根发丝碰触到大枪 都能清晰感觉到 听静灵灵到这个地步 那大枪就和自己手脚无异了 达到这程度 等到了战场 和对手兵器碰撞 恐怕碰触一瞬间 就可以轻易顺着对方进道 仿佛毒蛇一样 轻易滑入对方身体 在对方身体内 留下一个窟窿 真正高手厮杀 从来都是一招杀敌 从今往后 枪法是他难以生存的基础 他当然要打好基础 这大枪装 他是肯定要仔细钻研的 其实之所以选长枪为兵器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冷兵器战斗 一寸长一寸强 长兵器是占据优势的 二人厮杀 我长枪刺到你 你的刀恐怕还够不着我 只是兵器越长 运用起来难度越高 第二 行一拳本身就是枪拳 在枪上 腾青山本身就有造诣 拿着一杆枪 感受枪杆力量 腾永帆和腾永香二人相识一眼 都有些怀疑 不过也没多说 嘱托两声 也就离开了 腾青山一笑 大枪装 是那家拳中 公认最好的练枪方法 武器 永远是拳脚的延伸 要将武器练到极致 首先 拳脚就要练到极高水准 否则 弹什么用武器 我的行一拳 已经达到宗师境界 现在来练枪 刚刚好 腾青山笑着再一次持枪 单手持枪 身体再一次发出极为轻微的低鸣声 这是筋骨发出的声音 月棍 黏刀 一辈子的枪 这枪法最是复杂 我拳法上虽然达到宗师境界 可枪法上 却还远远不过 行一五行拳 本身就和枪法相通 从今天起 我开始 通过行一五行拳 演变出行一五行枪吧 心中有这么个计划 可腾青山明白 要将五行拳演变成五行枪 绝非三五年功夫能成的 许多人花费一辈子在枪法上 都算不上枪法高手 可以想象枪法多难练 时间流逝 转眼已经三年多过去 练武场上 娘 哥他在树林内练枪 怎么还没回来 快吃午饭了 脸蛋红彤彤的小女孩 询问着他的母亲袁岚 你哥整天练枪 跟着了模式的 说他也没用 袁岚脸上却有着一丝笑意 儿子能这么勤奋刻苦 作为母亲他当然骄傲 而且 这三年来 腾青山在腾家庄的名气 是越来越大 许多事情越传越离谱 比如说 十字 族内好汉们 六岁起 是要开始十字的 最起码要学会 最基本的三千个字 别的孩子 要学几年 可腾青山仅仅一月就会了 比如说练枪 腾青山自创端大枪 其实就是大枪庄 族内的精英人物 如腾永湘 腾永凡 等一些在枪法上造诣不错的男人们 在尝试端大枪 数月后 就发现这枪法有了大的进步 枪 似乎有了灵性 再比如说力气 从小力气就大的腾青山 在刚过去不久的年纪上 九岁的腾青山 竟然一口气举起六百斤的巨石 让人目瞪口呆 毕竟另外一个天才腾青虎 九岁的时候 也才举起三百斤 外庄的人提到腾青山 也会赞叹一声 力大无穷 关于腾青山的传说很多 总之 在腾家庄 腾青山就是族内千年不遇的天才 树林内 一名不遇少年 手持一杆青南枪 仰头看着那大树上枯黄的叶子 闪电般连续三角 揣在周围三棵大树的树干上 嗡 大树猛地震战 大量落叶从高空落下 带的第一枚落叶 落到距离头顶的三寸位置 腾青山手中的青南枪洞 刷 整个长枪一瞬间化成了万千箭矢 一条条枪影划过长空 腾青山的头顶被枪影完全覆盖 仅仅片刻 所有落叶全部落地 如果有人仔细观察 会发现 刚才每一片落叶都被刺出一个小洞 崩泉如剑 将形翼五行拳的崩泉 演变为如影随形枪法 竟然到今天才完全大成 随意瞥了一眼 旁边一棵大树 一阵长枪 长枪闪电般刺出 噗 刺死了在大树树干上的一只毛毛虫 可是 这棵大树树皮 却没有丝毫伤痕 显然 腾青山在刺死毛毛虫瞬间 长枪便停下 连碰都没碰到树皮 这种精确的控制力 如果让父亲滕永凡等人看到 恐怕会惊呆 这等枪树 在他们看来 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不过在腾青山眼里 这算不上什么 那家拳前辈说过 练枪需要一辈子 果真不虚 这枪法的确很难 所谓人枪合一 只是枪法高手的基础罢了 形意五行全演化为五行枪法 到如今 我也就才将崩拳演化为如影随形枪法 将横拳演化为混元仪器枪法 横拳 属性为土 在五行拳中是唯一的防御拳法 这会员仪器枪法 也是防御枪术 腾青山的枪法 没有固定招式 只有意境 无论是太极拳 行意拳 八卦掌 到了巅峰 都是重视意境 意境对了 每一拳都有莫大威力 而这枪法也一样 如影随形枪法 蕴含的意境 就是崩拳的意境 将拳法的意境转化到枪法中 极难 腾青山耗费了三年功夫 才成功两招 可以说 整整三年 腾青山就练出了这两招 这还是他之前 就是行意宗师的缘故 一寸长一寸强 同样的意境 用枪施展 威力大的太多 腾青山心中思虑 这两招 一为防御 一为攻击 枪法出城 也该试验试验了 随后腾青山转头 就朝家走去 这个时候 该吃午饭了 第十三章 猎人队 爹 娘 腾青山大步地走入自家院子 在堂屋内的父亲 腾永帆笑道 青山 就等你一个了 其实你每天练枪 有三四个时辰就足够了 此刻腾永帆 袁兰和女儿腾青语 已经围坐在木桌旁了 腾青山也将枪靠墙放下 也坐下开始吃饭 我知道 腾青山刚吃两口 便抬头道 爹 娘 我想加入猎人队 猎人队 原来有些迟疑 看向他男人腾永帆 腾永帆眉头一皱 青山 你才九岁 就要加入猎人队 猎人队 是组里最勇猛的一群男人组成的队伍 以腾永雷为首 经常进入大岩山宰杀猎物 让腾家庄各家各户 好歹有肉吃 而且野兽毛皮也能卖钱 我的力气 在庄内应该能排到前十吧 腾青山笑说道 提到这 腾永帆脸上不由有了一丝笑意 九岁年纪那会儿 腾青山就举起六百斤巨石 而且明显 那还不是腾青山的极限 单论力量 腾青山的确能够在腾家装牌前十 哈哈 你天赋好 的确也该磨砺磨砺 生活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 腾永帆也看得开 笑道 从明天起 你就加入猎人队 我下午 就去和你外公说一声 等明天早晨 你直接去练武场 合足内猎人队会合 谢谢爹 腾青山大喜 旁边的圆兰 却不由瞪了一眼腾永帆 似乎怨腾永帆答应儿子 哥 你能为我带一只小野兔吗 清雨那双不寒杂志的大眼睛 盯着腾青山 没问题 腾青山笑道 哥对我最好了 清雨嬉嬉一笑 秦山啊 腾永帆忽然说道 我看你 经常带着鸡柄飞刀 你在西边树林里 经常练飞刀 也就随便练练 腾青山一笑 父亲是打铁的 自己去打铁铺拿石饼 飞刀是很简单的 前世 自己在飞刀上 耗费了很大的心血 现在只是在练枪休息的时候 略微玩玩飞刀 保持手感 毕竟 飞刀是可以远攻的 完全可以和自己的长枪配合 我也就提醒你 练一样东西 就要专心 腾永帆随意说一声 第二天清晨 天才蒙蒙亮 妹妹清雨还在熟睡 而腾永帆 袁兰 腾青山一家三口 就已经在自家院落内了 青山 你虽然有天赋 枪法也不错 可是在大岩山上猛兽 毒蛇极多 你必须得小心 真正和猛兽厮杀 千万不能有一丝胆怯 腾永帆还是郑重嘱托道 他很清楚 许多人力量 枪法好 可遇到生死厮杀 见到雪 可能下得腿软了 还怎么逗 如果下得腿软 有实力也发挥不出 青山 母亲袁兰也嘱托道 别逞呢 和其他族人在一起 哎 穿好这兽皮衣 穿着急靴 身上还外套着一件兽皮外袍 这兽皮外袍 是从一些皮厚的野兽身上包下 经过处理后制造的 穿着这兽皮外袍 等于穿上了简单的小铠甲 有防护作用 放心吧 爹 娘 我先走了 腾青山持着一杆青南长枪 大不得朝院外走去 练舞场上 因为现在还很早 天才蒙蒙亮 晨练还没开始 练舞场人并不多 不过猎人队的队员们 一个个却都已经开始聚集了 不少人正笑声朗朗地议论着 一个个豪爽 潇洒得很 哈哈 我们腾家庄未来第一好汉来了 腾青山刚进入练舞场 就听到远处的声音 不由笑着朝那走去 青山 腾永雷大步走来 朗生笑着 重重地拍了腾青山肩膀一下 好小子 九岁就加入猎人队 我腾家庄历史上 你可是第一个 我十三岁才进来 青山还真是够厉害 一名身材高 七尺有余 同样穿着瘦皮外袍的壮瘦少年 笑着道 表哥 腾青山笑着打招呼 那人正是腾青虎 练舞场上 还有其他努力训练的族人 那些族人 看向猎人队成员的目光中 都蕴含着一丝羡慕 能够成为猎人队一员 那绝对是族内有点名气的好汉 每一个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实力 猎人队 包括今天刚加入的腾青山 有三十二人 好 人齐了 出发 腾家庄三十二名猎人们 一个个持着长枪 背着长弓 穿着瘦皮袍子 离开了腾家庄 青山 上山后 你千万别掉队 许多人第一次上山 在山上都会迷失方向 而且 一些危险 他们也不懂 你第一次来 要多看 多听 腾永雷一路地指点着腾青山 腾青山聆听着 其实在前世 野外生存本领 是杀手必须学习的 只是这个世界的山林 和前世的山林是否一样 腾青山也不确定 所以 不敢大意 清晨 大沿山上一片静悄悄 一支猎人队伍 朝大山深处前进着 这山外围没什么猛兽 大多是些野兔 野鸡 真正的猛兽 是在深山里 腾永雷一路说着 就在说话的这一刻 旁边荆棘丛中 一只小野兔 似乎受到了人群的惊吓 搜得就要逃跑 腾青山眼睛一亮 手中长枪 宛如毒蛇 急速刺向野兔 砰 枪头刺在野兔身侧 而后枪头一震 弹在野兔身上 将野兔弹得翻了一个滚 腾青山一个前冲 一伸手 就将野兔给抓住了 好枪法 周围不少族人见状 都赞叹一声 能不伤野兔而抓住 是有一定难度的 抓活的大麻 腾永雷笑道 说 我家清语 让我带一头野兔给他玩的 腾青山说着 就将这头野兔给捆覆住 直接放进背后的包裹内 周围族人们 都不由笑了起来 现在还没有到大山深处 族人们一个个显然都很轻松 一路上 也射杀了两只野鸡 过了近一个时辰 猎人队终于进入了危险区域 也是猎物最多的区域 都打起精神来 腾永雷低声道 中午时分 大岩山深处 腾家庄的一群猎人们 正在靠近水源处 烤着一头棕廊 今天运气还真一般 到现在 也就弄到两只野鸡 一头棕廊 一头油猪 腾青虎嘴里嘀咕到 腾青山瞥了一眼 那已经包皮烤着的棕廊 果然 可能天地灵气的缘故 这大山里的猛兽 即使同一物种 都要比前世世界的野兽大 在前世 一头棕廊 差不多五六十斤 而这头棕廊 却过百斤 三十二民族人 将一头棕廊烤肉 吃了大半 休息一会儿 继续出发 腾永雷一摸鼻子 哼 最起码再杀两三头野猪 弄回去 才差不多 腾家庄两千余人 现在弄到的这点猎物 根本不够分 而一头野猪大几百斤 弄上两三头 就够了 野猪体积大 肉质好 可宰杀也难 毕竟 大山里的野猪 攻击力丝毫不比猛虎差 嗯 腾青山耳朵一动 不由转头朝不远处看去 只见一道白影一闪而逝 是雪雕 族人中传来惊呼声 快追 腾永雷一跃而起 三十二民族人 连之前猎杀的油猪 都扔在原地 分散着 朝那白影追过去 那可是雪雕 一般雕皮在城内 可是价值千两白银 而一张完好的雪雕皮 最起码价值三千两白银 如果能杀了这只雪雕 等于杀了一百头大野猪 在山内遇到雪雕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三十二民族人都争先恐后追去 秀 秀 秀 在奔跑的同时 族人们便将一道道箭矢射去 那只雪雕却极为灵活 轻易闪躲 眼看着雪雕越来越远 抓住他 藤咏雷急切喊道 追不上了 藤青虎脸上也满是焦急 那雪雕太灵活了 此刻 唯一能勉强跟上雪雕的 只有藤青山 藤青山这时候 灵活地宛如灵猴 急速跳跃穿梭 目光灵力 盯着前方在荆棘丛 乱草丛不断窜逃的雪雕 无论雪雕窜到那 藤青山都能死死跟着 就这时候 藤青山目光一亮 右手一甩 咻 一道寒光 瞬间划过长空 那颇有灵性的雪雕 支得叫起来 速度竟然再度提升 可是晚了 一柄飞刀 却直接插在他后腿上 干得好 不远处飞速追赶的藤咏雷等人 激动得都欢呼起来 要知道 整个藤家庄 向白马帮缴纳年前 一年也就才一千两银子 而这雪雕 最起码值三千两银子 那就是三万雕大钱 也就是三百万铜钱 每个铜钱 可以买一个肉包子 这是一笔大横财啊 还想逃 藤青山一个飞跃 右手就抓过去 吃 雪雕猛地转身 一口就咬过来 那锋利得如同锯子的牙齿 完全能咬断刀剑 藤青山手掌一番 轻易躲过这一咬 手掌直接拍击在雪雕脑袋上 雪雕嘴角渗出血丝 无力倒下 拔出插在雪雕腿上的飞刀 藤青山抓着这只雪雕 直起身子 不由笑了 哈哈 青山 干得好 其他族人们都已经过来了 一个个都盯着 那漂亮的雪雕 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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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